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实验的话呢 是叫做相交手错觉的一个实验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需要你把你的手换到这个胆板里面 同时呢 把这个毯子盖到你自己的身上 挡住这个胆板 对 也挡住这个相交手 就是不让我看见对吧 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 你要做的就是 你自己真的这个右手不要动 就手机放在这边就好了 你要做的就是看这个相交手 因为我接下来要用这两个刷子 同步 同频率 从力道的在他的真的手和相交手上 同时进行触碰 所以我现在要做 就是尽量把这个手 想象成自己的手对吗 对 你就看这个手就好了 感受它 别的你都不用做什么了 OK 那么接下来可能会需要一点点的快放 现在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的确感觉好像看自己的手然后有感觉 觉得奇怪吗 嗯 有点很微妙的感觉 但讲不出来 那就对了 现在你们觉得这个手就真的就像你自己的手吧 对 就感觉就像一样了 就是自己的手 哈哈 嗯 有点感觉 有点感觉 有点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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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吓意识的感觉就好像是自己的手 这就对了 嗯 根据开头的这个小实验相信大家对于橡胶手辍绝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实验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实验需要的物品非常简单 一个橡胶反针手 一个遮挡用来遮挡住实验对象自己的手 然后两个羽毛或者是毛笔之类的物品 而实验过程也是相当的简单 大家可以看到我只是重复性的用两个毛笔 在橡胶手和实验对象自己的手上来回刷 这个目的就是让它的大脑产生错觉 以为这个橡胶手就是自己的手 而且实验过程中有一小段时间 我甚至没有用毛笔在刷它自己的手 但是它也是会有一种被触碰到的错觉 这就是因为前面它的视觉和触觉已经有了同步感 已经欺骗了它的大脑 最后我用一个物品来攻击这个橡胶手 那么由于它的大脑已经认为 这个橡胶手就是它自己真的手 因此它的大脑就会让它做出 把手抽回来的这种反射动作 以躲避攻击 大家也可以自己在家和家的朋友试一下这个实验 非常的有意思 那么从这个实验中 我们可以得到几个简单又大胆的推测 第一,我们的视觉有着极高的优先度 就是我们看到的东西会影响我们所感受到的东西 第二就是我们的大脑有着脑补的能力 也就是说只要你的脑补能力够强 你甚至不需要有个实际联系着的身体 来让你有所触觉 最后就是我们的大脑和神经是有可塑性的 而且我们的想法是可以和大脑起冲突的 在这个实验中 实验对象清楚的知道 这个橡胶手不是它自己真的手 和自己的身体不可能有任何的联系 但是即使如此 我们的大脑为了合理化眼前的景象 加上同步的视觉和触觉上的刺激 于是大脑就适应了这么一个情景 也就是这个手就是自己的手 所以就会有了这种大脑和想法之间的冲突 那么以上这些想法又有什么用呢 这个就和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神奇的疾病 患肢和患痛有着极大的关系 我先来介绍一下患肢是什么 患肢就是当一个人的身体部位 比如眼睛 鼻子 手指 因为任何原因被切除了 比较常见的就是手脚被截肢了 但是他还是会明显的感受到 已经被截肢了的身体部位还长在自己身上 而且这种症状并不少见 将近有80%以下有过截肢手术的人 都有过这种患肢的情况 不仅如此 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还会有患痛的情况 就是患肢的疼痛 比如你的左手臂被切断了 但是你还是能感受到你的左臂 展在你的身上 而且它也能给你带来触觉感 包括像是 骚痒感 日乐感 挤牙感 尤其是疼痛感 疼痛感也会分为像是 被挣扎 被火烧 被枪击 被锤子打 这些不同的疼痛感 都有可能会发生在你的患肢上 那么这种神奇能力在很早以前就有了 不过让这种症状出名的 还是在美国内战后的事情 当时有相当多的士兵受了伤 而那时候的医疗水平又不怎么样 因此 士兵们只能选择进行截肢手术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 他们执行了有超过6万次的截肢手术 手术后 一个叫做米切尔的外科医生发现了 有许多被截肢了的士兵 有这种患痛和患肢的现象 随后就有许多人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直到一位叫做拉玛前德兰的神经学家发现 这种患肢可能和感光中毒图有关 所谓的感光中毒图 是指我们的大脑皮层中 有一个叫做中央后悔的部分 这个部分对应着我们身体的体感 另一个是叫做中央前悔的部分 对应着我们身体的运动 而一位叫做彭菲尔德的神经学家 用他的实验 绘制出了这么一个感光中毒图和动作中毒图 来表现出大脑和身体感光对应起来是什么样的 那么他的这次发现 促进了他的一次实验 他找来了有过节肢经历的患者作为实验对象 他发现当他用棉签划过一个被门着眼的实验对象的脸颊的时候 实验对象不仅有脸颊被划过的感受 同时他那个已经不在了的手指也感受到了触觉 就是说当他的脸颊被划过的时候 他的患之手指也有所感受 那么根据这种现象 拉玛前德兰就提出了一个理论 就是当一个人突然失去一个肢体的时候 这个肢体所对应着的感光神经区 会被相邻着的感光神经所占有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 你的大脑感光图是会被重新绘制的 比如说当你的左手没了 而中央后回离 你左手感光神经最近的部分 也就是脸部的部分 会因为重新绘制的关系 而占有原先是你左手的那一部分的神经区 所以人就会有这种患之的现象 那么他也认为患之痛 是因为感光的重组 而导致脑部对患之做出了错误的调节反应 就是本来你应该只有脸部的触觉 但是因为重组的关系 导致你脸部接收到的这种刺激感 同时会延伸到已经被截肢了的手臂上 那么这种错误的信息 可能就会带来疼痛感 尽管目前还不确定患之痛的真实原因 但是这个解释还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那些有患之和患痛的患者们 有部分的患者会觉得 自己的患之是完全瘫痪着的 那么前段来就发现 这些患者在被截肢以前 他们的手臂就已经是瘫痪状态了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 导致了这些手臂被截掉了 但是在手臂瘫痪的时候 他们大脑中的运动疲惩 还是持续性的会发送 让手臂动起来的命令 我们人体要进行运动的时候 实际上并不需要视觉上的帮助 大家可以闭上眼 动一动手 做一种手势 而你即使闭上眼看不见了 你也能感受到自己手臂的位置 以及他们所做出的动作 这就是我们的身体影像能力 但是为了长期维持住这种身体影像 我们就需要大脑来统合 各种接收到的信息 比如触觉和视觉上的 可是这些患者在手臂瘫痪的时候 没有办法得到视觉上的反馈 就像你的大脑是一个指挥官 不断的发送 让手臂动起来的执行命令 然后你的视觉神经是一个观察员 不断的回复说手臂没有在动 在这么一个反复的过程中 大脑就有了习等性癱瘫痪 认定了自己的左手是癱瘫痪着的 因此即使患者把手臂解肢了 但是在他们的身体影像里 自己还是有一个癱瘫痪着的手臂 也就是他们现在癱瘫痪着的患之 而患者没有办法 让一个不存在的手臂动起来 或者去放松下来 因此这种疼痛感就会持续的折磨着他们 但是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也就是拉玛千达兰提出的镜子疗法 这个镜子疗法非常简单 就是在你面前摆一面镜子 比如你是左手臂被截肢了 那么就在你的左手这边放上一面镜子 来照射出你右手的样子 然后你通过光看这面镜子 来移动自己的右手 让你的大脑认为你的左手还在 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简陋 而且大家也不傻 知道镜子里的右手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左手 但是这个方法确实有效 原理就和我们一开始做的 橡胶手错觉实验是类似的 这个镜子疗法通过观察 而橡胶手错觉则是在这个基础上 加上了触觉感 镜子疗法让患者的大脑得到视觉上的反馈 觉得自己又能控制这个左手了 而这个左手也就不再瘫痪了 这种方法就能让他们的患之放松下来 减轻疼痛感 当然了即使这个方法简单 如果你有患痛的话 还是需要医生的陪同下进行这种治疗 那么最后从橡胶手错觉和镜子疗法中 会极大地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感受 甚至你所看到的也会影响你听到的 那么关于视觉是如何影响听觉的这一点 我以后也会做一个小实验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哦 我知道如何通过视觉影响味觉 当你看到一对情侣的秀恩爱的时候 手里的饭就算了 对呀